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莎莎 今天呢 又来聊一下些 经常呢 有一些热心的网友 就来这样子评论我 妹子 看你在香港吃的又一般 做的又一般 玩还要自己带 妹子要不你回来吧 回来的话咱们的房子可大咧 每次一看到这些评论了 我就感叹在香港压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对啊 在外面吃饭 随随便便都上百块 在外面煮啊 这是乘一百块 可以吃到车子啊 菊房? 在走啊? 一走一走 手停喉停的境界 而且时间还非常紧迫 你不知道香港还有很多人要生港两地走的吗 那你就每天省一杯咖啡钱啊 香港的工资不是挺高的吗 省省就能省出来那么一点点啊 那样子吃行一点也不错啊 哼 多省我也买不起饭啊 给不起首付啊 那你申请公屋啊 公屋申请到了天都亮了 不是吗? 公屋? 唉 都不知等几年啊 讲啊 讲几年半而已 六年 七年 八年 有排等啊 大胜死也不大胜病啊 唉 讲点点 身边就公家医院啊 一百八十块还OK吧 就你这个情态 就你这个本事 给你十年时间 就连内地 不对 内地现在的房子也很贵 跟我回山里面打个洞 住的也挺舒服的 不要浪费资源了 刚刚上面的那些呢 就是 基本吧 基本每天都有类似相同的一些评论 不过我也是非常感谢 就是有一些发私信啊 还有评论 我真正关系我的一些网友 真是非常的热心 感谢 这样 这样 其实吧 无论是在城市 还是在村里面生活 都有各自的压力 成年人的字典里面 没有容易 这两个字 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调整好呢 去哪里生活都棒棒的 是不是 那我是怎么解压的呢 这几天聊到这里啊 以外你们的身态都棒棒的加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助 拜拜